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謂縮減工時的修法下面 不但沒有縮減工時 反而是增加工時 要匯除八十字條之一 放在我們保存業身上 回來 保存那些工時過程 有時候都是超過兩百 十點天就過勞 有時候工時超過三百多點天 根本就無法做得和小房子 合共的錢在台中 都沒有健康的鄉市 這樣死命再三百多點天 你說對不對 有 經常有保存員在工作中猝死 就是因為工作時間非常非常長 一粒一休通休過以後 反而是工作時間會變得更長 他原來288小時仍然維持在那裡 但是七天國地假日被砍掉以後 他並沒有真的變成一粒一休 反而少掉七天國地假日 我們看到很多我的同事 因過勞而死 白天一出門孩子還在睡覺 晚上進門孩子還在睡覺 家庭顧不到 我這邊誠懇呼籲蔡政府 重視這一塊好學業 要儘快匯服八十四條之一 保存員這麼多 破勞史 一百塊一年一年到一百塊五年 我們的政府 大陸府自己調查 全國全台灣 破勞史也都還有一百十五個 保存人員就借到 第一 我們全台灣有努力的努力 當中有一千七萬人 我們保存人員也賺三十五萬而已 依然破勞史也這麼猛 公務人員他實施 德州休的時候 保存人員一樣是十二個小時 今年 勞工只值美洲四十個小時 保存人員 他的美洲公址只有下、下、秋 變成兩百八十八 請問勞工部 我們保存人員不是人嗎 為何一般勞工 他每月的正常公址 連同延長公址達到兩百次 就是坐牢了 那為何我們的正常公址 與勞工址要制定為兩百次 還可以連同延長公址達到兩百四十八 我們要求所有的人 全部都要適用 周秋二日 既然你經經過了 經周秋二日一例一秋 所有的勞工要適用 不是標準的適用勞計畫 我們勞工部應該要檢查 保存人員工時準則 因為這個工時準則 他比度計畫的工時更換 所以在這部份 我們也要求 老公部 要再說 大家想看看 郭川英文 他們一國 他們順班 有兩百八十八點 兩百八十八點 結果 今年 每一國二百八 七天的國定假日 去出銷 出銷 出銷 我們先進去 七天的加班費 都沒有 所以 我們這邊外勞工部 你的制度有問題 你要考慮 你把郭川英文 使用八十條之一的人 他每一年裡面 他們實質的減薪 減了七天 七天的加班費 這個不叫減薪 什麼叫減薪 蔡英文總統 可以在美理上面 講得很好聽 勞工是你心中最暖的一塊 保全業的勞工在這邊 繼續的過勞 繼續的血汗 如果繼續放任 八四之一 這樣子二型的制度 運作的話 那我們勞工只會越來越過勞而已 好 好 好